我攀上金圈小公主柳如燕的第六年 她抛弃我奔向白月光 所有人都说我穷小子 这辈子入坠柳家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他们不知道柳家在我的真实身份下 不过是个提携都不配的小家族 柳如燕又去疗养院看夏明了 夏明植物人醒来后的第三个月 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也是夏明天之娇子柳如燕金圈小公主 天生一对 要不是七年前夏明车祸昏迷 哪里轮得到我这个穷小子和柳如燕结婚 在柳家的这六年 别说柳家父母 就连柳家庸人都对我下眼相看 我任劳任怨 忍其吞声 不过是因为我喜欢柳如燕 很喜欢 七年前那场大雨 我从秦家跑出来 浑身是伤 是她为我撑起一把伞 给我处理伤口 照顾我半个月 最近 我总梦到七年前的雨夜 那样温柔的柳如燕离我越来越远 阿元 我今晚不能回来了 夏明头疼 让我陪着她 轻柔的语气穿过电流 我一贯宠着她 却也不是这般骄纵法 刚要开口 又听到柳如燕温声开口 她刚醒来 又只记得我 阿元 我和她那么多年感情 不能丢下她不管 那我和你一起陪她 不 不用 柳如燕反应异常激动 随后 便是心照不宣的沉默 夏 夏明不喜欢你 阿元你知道的 我和她一起长大 我们本来会结婚的 她觉得你把我抢走了 阿元 带着歉意的轻患 没有把我心口生疼的怒火浇灭 我忍不住质问 所以 是我把你抢走了吗 不是 我是小三吗 当然不是 你既然清楚 今晚就回来 柳如燕 我是你丈夫 我没法接受自己的妻子 陪着初恋 一整夜共处一室 我做不到 阿元 我不能抛下她 话音刚落 电话那头传来虚弱男生的呼唤 柳如燕连忙应声 她甚至来不及和我说一声再见 就挂断电话 我拿着手机 正愣着站在客厅 呼听一声冷笑 庸人王妈拿着扫把 朝我翻了个白眼 她轻蔑傲慢道 有些人也不擦亮眼睛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陆坠进来的穷小子 怎么能和下哨比 我冷眼瞧过去 平日里 我不屑与这种人争辩 今日实在火大 第一句还给你 主人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庸人开口 王妈眼睛一瞪 你算什么主人家 陆坠的废物罢了 陆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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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将陆坠那件事放在心上 却不成想 成了在柳家六年来为人诟病的把柄 我不愿再谈 王妈却以为我怕了她 她哼哼两声 你就等着小姐跟你提离婚吧 还在这摆主人架势呢 等你们离了婚 你在外边连个月薪五千的工作都找不到 连我个当佣人的都不如 所有人都认为柳如烟会和我离婚 所有人都觉得我情缘 是个攀上柳家的废物 哼 笑话 我在柳市公司待了一整夜 等了一整晚 柳如烟没打来一个电话 更没回家 私人侦探发来的照片上 柳如烟和夏明一起去了录营地 看了小半夜的星星 半夜又去了山脚下的酒店 什么头疼 后遗症 都是假的 我站在落地窗前 等到天微微亮 便去往柳如烟入住的酒店 去到酒店前 我还想先去接她回家 之后的事再慢慢谈 直到前台告诉我 柳如烟和夏明入住的是同一间房 私人侦探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他试探道 昨晚我虽然不能进酒店跟踪 但我也猜到的大半 孤男寡女 大半夜的 你不会真以为你老婆来酒店会开两间房吧 我心如刀脚斑腾 是的 我以为他们会开两间房 我以为 柳如烟再如何 会坚持底线 柳如烟开门时 娇柔脸蛋浮现出震惊 随后便是慌张 他换我的名字 似是想解释什么 阿元 我 你和夏明 昨晚在一张床上 是吗 我唇敏得很紧 拳头也死死握着 控制住自己不抬不冲进去 把那个藏在房间里的男人狠狠捶一顿 被背叛的愤怒和焦躁难过将我淹没 柳如烟瞪大眼猛地提高音量 秦源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觉得我出轨了 是吗 他一声又一声地质问 尖锐刺耳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昨晚是我和别的女人开了房 我咬紧牙关 想回声质问 对上那双水润的眼眸 却把话吞咽回去 好歹是我爱了七年的女人 我缓下声音 看向房间内朝我露出挑衅冷笑的男人 所以 你们昨晚共处一事 什么都没发生对吗 我说着都觉得好笑 你只是在照顾头疼的夏明 是 我看到他和夏明脖梗上的吻痕 配上柳如烟斩钉截铁般坚定的回答 可笑至极 被赶出秦家 被亲兄弟背叛时我都没哭过 此刻却忍不住眼中酸涩 热泪好似要一出眼眶 柳如烟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转身想走 又被夏明叫住 秦源 你什么态度 男生冷冽愤怒 我回头 对上夏明质问的目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才是偷人的那位 我需要什么态度 如烟照过我一整晚 身体已经很虚弱 你不体谅他 照顾他就算了 还对他发脾气 秦源 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小人 呵 我小人 他们多正直 我不愿和他多话 夏明却不想放我走 你现在是要和柳如烟结束 他语气高高在上 我们的事 轮不到你来管 夏明眼睛一瞪 脸色历时苍白不少 柳如烟见状急忙出生 秦源 阿人都不叫了 我回头 两两相望 唯于失望 或许我的眼神失望的太直白 柳如烟明显慌乱起来 他看了眼夏明 又看看我 似是想说几句软话哄我 又害怕夏明听到受不了 多稀奇 红老公还怕白月光不高兴 我宁某转身 听到柳如烟急躁地叫骂 秦源 你走了就再也别回来 夏明低声安慰 别生气 气坏身子不好 如烟 他在你家白吃白猪六年 不必为了这种废物生气 可 你家公司的事 以后我来处理 我爸那边怎么说 你觉得叔叔会喜欢我 还是更喜欢他 他是我老公 没能力没背景的废物罢了 如烟 你还要小心 待会我们一起去财务那边看看账目 不要被他偷偷拿钱财食 二人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 我只觉心酸又可笑 我决心和柳如烟一刀两断 却没想到 他又死缠烂它 曾经放在心口的白月光 如今双眸含泪 鲜鲜玉指拉着我的衣袖 不要我了 我身边的行李箱被他拿走 一肚子火气 对着交络的女人发不出来 你别不理我 我可以解释的 昨天晚上夏明心情不好 我才陪着他去山上看星星的 后来他又不舒服 我为了方便照顾他 才没住两个房间 阿元 你理理我 他柔声细语 我沉毛 你脖梗上的吻痕又怎么说 柳如烟眼睛瞪大 睫毛忽闪 有瞬间的慌乱 随后猛的道 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吗 嗯 这是被蚊子咬的呀 山下酒店蚊子多 我被咬了 你看看 真的不是吻痕 他双手挽住我的手臂 急急忙忙解释 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 你可以检查的 阿元 你可以检查的 我半信半疑 柳如烟脸颊飞红 拉着我的手触碰他的腹部 别生气了 孩子知道也要跟着闹脾气了 我正愣 孩子 是啊 我们的孩子 两个月了 今天早上做的检查 阿元 我怀孕了 别走好不好 世上再没有比我更窝囊的男人 我沉溺在柳如烟温柔的话语里 听着他向往地描述我们以后的三口之家 便再也提不起脚步 在秦家的二十年 我被当成机器人般知识训练 那时 我也没想过七年后 我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轻抚柳如烟的长发 你和夏明断了联系 我就不走 柳如烟犹豫后点头 他温柔坚定 阿元 你在我这里 最最重要 我和柳如烟的孩子在他府中长大 他在家安胎 我依旧在柳氏集团做贡献 柳氏集团如今只剩空壳 柳家父母接手公司后 并未好好运营 偌大的家业早被折腾得摇摇欲坠 这些年下来 若不是我兢兢业业管理 柳氏集团早就掉出金圈豪门之列 我本想撒手不管 却终究抵不过柳如烟甜言蜜语 只是我没想到 夏明还不死心 他闯进柳家 对着柳家父母跪下 声泪居下 我这辈子只想要如烟一人伯母 伯父 只要你们让如烟和我在一起 干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的家产都可以给他 伯母 夏氏集团马上就能和秦家合作 到时候前途不可限量 我保证 夏家今后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如烟 夏明满心诚意 真心求取 我这么个局外人都感动了 柳家父母略显纠结 目光转到我身上 柳母叹气 小夏 时过七年 勿是人非 如烟已经怀了情缘的孩子 你们之间已经 我不介意 夏明打断柳母的话 只要如烟愿意打掉孩子 他和情缘之间的事 我就当从来没发生过 这个人我绝不会放在心里一秒钟 我在一旁听得冷笑 荒唐 简直是荒唐 可在场述人里 只有我觉得夏明是个笑话 柳家父母当着我的面开始游移 柳如烟也红着眼睛去拉跪在地上夏明 夏明握紧他的手 如烟 我这一生 只要你 初恋的情话总是动人 我目光落在柳如烟脸上 看清他动容的神色 心头脚痛 柳如烟 我们的孩子五个月了 我声音沙哑异常 柳如烟面色慌乱 朝我看过来 猛地抽出被夏明握住的手 他匆匆走来 双手抓住我的手指 阿远你别多想 我悬在半空的心缓缓落地 只要柳如烟站在我身边 只要他还爱我 我就可以披荆斩棘 排除万难 夏明脸色骤变 咬牙切齿 如烟 他到底哪里好 一个入坠 没钱没事的废物 为什么要为了他抛弃我 他说着说着 又脆弱地掉眼泪 我知道 你就是良心过不去 我给他一笔钱好不好 你说给他多少 我就给他多少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如烟 我已经和情家接班人 打好关系 我可以给你他 给不了的生活 求你看我一眼 柳如烟双眼通红 却忍着不回头看他 我将柳如烟搂进怀里 向夏明投去挑衅的目光 夏明呼吸一致 倒抽口气 竟跪在地上 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小夏 阿明 柳家父母和柳如烟的叫喊 震耳欲聋 柳如烟回头见到夏明昏倒 第一时间将我狠狠推开 跪倒在夏明面前 夏明进了墙就是 柳如烟在手术室外气不成声 他看我的眼神浮上怨恨 我顾及他腹中胎儿 犹豫后上前 如烟 你先吃点东西 情绪起伏太大 对孩子不好 柳如烟猛地抬头 狠声道 你就是为了孩子 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 你现在不会和我在一起 秦云 你早就不爱我了 不然 你怎么会明知道 夏明是我一生之友 还故意气他 把他气到医院 都是你的错 他指控我 声嘶力竭 我满头雾水 面对柳如烟混乱的逻辑 竟说不出话语辩解 我猴解滚动 一股可怕的预感浮上心头 所以呢 柳如烟 你想做什么 柳如烟手指附上小腹 脸色苍白 秀丽的脸上满是坚定 我要把孩子打了 柳如烟疯了 他咬牙切齿 我现在就要和你离婚 要把孩子打掉 如果没有你 夏明现在就不会在手术室 秦云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闻言 只觉荒唐的可笑 对 如果没有我 他现在该和从植物人状态醒来的夏明甜甜蜜蜜 不会怀着我的孩子 带着他人妻子的身份和夏明毫断撕连 是我的错 七年前那场大雨 在我心底稀稀利利许久 记忆中 为我撑伞的白娶女孩也终究面目全非 我闭上眼 感受绝望 我问他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要离婚和夏明在一起也好 要我近身出户也好 我只有一个要求 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抚养他 给他最好的生活 行吗 柳如烟沉默片刻后摇头 秦云我不相信你 你说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你能给他什么呢 你是个孤儿 我能给他 你们给不到的 我不想听这些虚无的话 这个孩子生下来 柳家下家都不会接受 你也照顾不好他 何必让他出声受苦 我再次意识到柳如烟的陌生 他无情 冷漠 不留余地 我看向他腹部 哑声道 算我求你 柳如烟没有回答 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 而他守在手术室门口 五小时候 夏明脱离危险期 柳如烟也终于愿意休息 我将他安顿好 站在医院门口 拨出那个许久未曾联系的号码 秦莲兴奋的嗓音穿过电流 哥 是我 男人哽咽 七年了 你还恨爸吗 秦家没你不行 我做不了主 我沉默片刻 黑夜下 城市繁华夜景显得孤寂 我曾经永生不愿回去的地方 却是我最后的避风港 我找秦莲要了点钱 连夜打到卡里 那些我最不在乎的数字 是我用来保住孩子的筹码 直到卡里的数字变成很长一串 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去 秦莲在我身边守着 他是我一手养大的弟弟 当初从秦家逃走 我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他 月光将我叫醒 秦莲见我醒来 立刻露出笑容 哥 我给你准备了早餐 你最喜欢樱桃鹅肝 法国空运来的 我看了手表 你没 十一点 不是让你五点叫我吗 我看你睡得很香吗 哥你在外面的这些年 是不是过得不太好 秦莲小心翼翼的询问 你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好重 看上去也很憔悴 秦家虽然不好 但物质上肯定会满足你 我没听他废话 秦莲被赶去公司 而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到病房时 柳如烟还躺在病床上 因为昨天情绪激动 他脸色异常苍白 且不得不在医院保胎 如烟 我给你看的东西 我拿出存折 上面的数字一连串 是一串数不清的大数字 柳如烟却闭眼 偏过头 厌烦地躲开 如烟 你看一眼 我有钱 我保证 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能照顾他一辈子 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 这是我年少时的梦 曾几何时 被秦家训练成无情机器 被当成工具人使用时 我想过 如果往后 我有幸能拥有自己的血脉 自己的孩子 我一定会对他极好 给他最温暖的家 秦云 算了吧 孩子 我打掉了 柳如烟声音轻缓 可我听得异常清楚 我如遭雷击 身体僵力 一股刺痛电流 似乎蔓延全身 我起唇 闭嘴 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只剩一个疑问 柳如烟 这些年 我对你不好吗 柳如烟闭上眼 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所有人都知道 我事事顺着他 把他供着 哄着 捧在手心宠着 我对他尚且用心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觉得 我会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 令他匆匆打掉 我等不到回答 不 沉默就是回答 我万念俱灰 对柳如烟最后的耐心 也消失殆尽 离婚吧 我终于耗尽心力 我和柳如烟的离婚手续 当天就办理完成 为了让夏明一醒来 看到我们的离婚证 他强称着刚小产的身体 去了明镇居 他面色惨白 秀丽柔美 那张脸明明与记忆中 无甚区别 却陌生无比 散了吧 这些年是我耽误你 柳如烟 恭喜你走上正途 我不愿再多看他一眼 柳如烟却死死盯着我不放 纤细手指将离婚证握得变形 他看着我 忽然道 阿元 我好怕 怕什么 你是不是 真的不爱我了 离婚了还说什么爱不爱 我保持着最后的风度 叮嘱他尽快回医院休息 目光在他平坦的小腹流连 我的孩子 没了 秦家的工作很多 秦连找到救星班 缠着我哥哥前哥哥后 时过七年 秦家老爷子早已缠绵病榻 再也提不起精神做我的恶魔 他当年把我训练成全面性人才 把我当成工具使用 一度让我做梦都会半夜惊醒 直到他年迈 逐渐没精力折磨我们两兄弟 秦连也满了18岁 我才自私一回 从秦家逃出来 爷爷很想你 哥 秦勤姐也很想你 秦连摊在办公室沙发上 你这七年到底去哪了 哥 你抛下我一个人走 也不带着我 我找了你好久 小时候爱撒娇的弟弟 如今在外人面前已经是成熟青年 只是单独独处时 还是会幼稚的怨惯撒娇 结了婚 又离了婚 当了七年小丑 我漫不经心的回答 秦连猛的坐起来 结婚 嗯 秦勤姐怎么办 她喜欢你那么多年 哥 你怎么能 我打断她的话 别乱说 方秦不喜欢我 她一个女总裁 眼里只有公司和事业 这话别人听到了 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她 方秦和我算是同病相连 都是豪门世家里当工具培养的人 只是她一个女人 却比我更加坚韧 我与她只有心心相细的战友情 秦连撇了撇嘴 无语的瞧我一眼 她看了眼震动的手机 说曹操曹操道 秦勤姐来了 你们七年没见 下去谣谣 我欣然同意 想当年 方秦崩溃的时候 也说过要我带她走 两人一起跑 只是我自私的狠 独自逃离 七年不见 方秦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女总裁 燕红长裙 精致妖娇的面容 气势强大 她不乏摇曳 朝我伸出手 袁哥 好久不见 礼貌且公式化的笑容 我愣了下 伸出手 好久不见 话音刚落 到抽口冷气 方秦故意收紧手指 尖锐的支架 掐进我手背的肉领 袁哥 跑了七年 给你点的小惩罚 不为过吧 他微笑着 眼里有几分深情 我正愣两秒 胡乱点头 当作没看到 我与方秦叙旧 谈到被训练的那些年 唯一能喘口气的时候 那时 我只因经济学知识点记错 就被秦老爷子 打得浑身是伤 方秦拿着药膏来看我 我被打得没哭 他倒是哭上了 我哭笑不得 你自己受伤都能忍着 怎么见到我的伤 倒被吓哭了 不是吓哭 方秦深吸口气 袁哥 我们快点长大 长大接手公司 结婚 以后日子就好过了 我当时已经在盘算离开 所以没接话 往事如烟 方秦坐在桌对面 侃侃而谈 嘴角微笑弧度 都完美地挑不出毛病 我正欲与他继续说话 桌面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夏明的电话 光是备注上的两个字 令我厌烦不已 我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 夏明 疑惑的女生传来 我看向方秦 你认识他 嗯 方秦皱眉 我的追求者 挺变态的一个人 据方秦所说 夏明就是个变态跟踪狂 从三个月前的一面之缘后 夏明便开始缠着他 疯狂发信息 拉黑就换号 甜言蜜语 郑重启示 这类事情没少做 他植物人状态刚醒来 我不好刺激他 基本都是躲着 方秦你眉 秦姐你怎么不早说 怎么 秦莲无语道 这人也缠着我呢 非要和我做朋友 我在一旁听着 他们嘴里的夏明 和我认识的完全不同 在我眼里 夏明满脑子只有柳如烟 身体虚弱 经常在医院 甚至因为刚从植物人状态醒来 见到陌生人都会不适 又怎么会缠着方秦和秦莲不放 可事实如此 我沉默片刻 要求他们详细说说 对夏明这个人的印象 秦莲到底是我弟弟 说了两句就感觉到不对劲 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框 金明道 哥 你和这人什么关系 我无声冷笑 我前妻因为他跟我离的婚 秦莲和方秦对我婚姻没有过多询问 他笑呵呵 哥 过去的就不说了 你回来 我办个晚宴 让大家见见你 行不 我欣然同意 秦家如今由秦莲打理 偌大的公司 令他力不从心 他是真的不想干了 见到我如同见到救星 只是我没想到 柳家和夏家也收到了晚宴邀请 曾经的岳父岳母 见到在会场落单的我 如临大敌 柳母踩着高跟匆匆走来 压低嗓音怒骂 你怎么在这里 我垂眸看他 瞧着他脸上的轰乱 你和如烟已经离婚了 你还想来这里缠着他 来闹笑话 快滚 这地方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 我挑眉 我这种人 不然呢 你这种底层孤儿 来这场宴会都是玷污场地 秦莲 不是我说你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挺懂事的孩子 现在看来也就那样 柳母审视地打量我 你和如烟各方面都不合适 不匹配 真的 放手吧 嗯 我放手了 我避开柳母的目光 看向不远处的柳如烟 她身形单薄 站在原地有些局促 正瞧着夏明所在的方向 而夏明 产妹讨好的站在秦莲和方秦身边 不知在说什么笑话 只有她一个人笑 柳如烟眼神游离 呼得落到我身上 她眼睛一亮 似是想朝我走来 又想到什么而顿步 最后看向我身旁的柳母 她是温室里交养的花儿 漂亮温和 同时也极美主见 我从前想护着她 用尽全力让她当一辈子白话 终究是自作多情 柳母还要说什么 见秦莲 方秦走近 立刻变成谗媚的脸色 秦莲乐呵呵的 嗓音响亮 歌 宴会场随着一声称呼 历史安静 无数目光聚焦 身旁人神色各异 秦莲攀上我的肩膀 端着红酒杯 难得高兴的不在外面端架子 来 看不来 给你们介绍我清哥 秦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 秦远 哥 你说句话 我不想多言 端着酒杯虚空静了下 秦莲真是高兴疯了 半点规矩都不记得 她笑得找不着北 以后公司的事就找我哥哈 我解放了 偌大的秦氏集团 几句话就换了掌控人 啪哒 酒杯破碎的声音 柳如烟脚下一滩红酒 瞳孔紧缩 呆滞地站在原地 神色有几分恍惚 秦莲带我和几个合作伙伴聊了聊 交流一会感情 待到晚宴结束 已经是凌晨 柳佳人在等我 他们守在酒店外 柳如烟被推出车门 很是为难地走到我面前 阿元 她抬眸 眼眶发红 你没说过你是秦家的人 所以呢 你骗我 这么多年 如果你说你是秦家人 我爸妈 公司 我们 都能好好相处 我当初也不会为了嫁给你 反抗爸妈 他们肯定会同意 我不懂你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意思 秦云 你根本就没真心对过我 我万万没想到 他再见面 会是指责 一单指责把我讥笑了 我没有真心对你 是谁日夜颠倒全年不休 免费给柳佳打工 是谁因为你一句话 凌晨找遍全程点心店 柳如烟 出轨的是你 打掉孩子的是你 我对你有没有真心 你最清楚 七年 我舍不得对他说一句重话 无底线的宠溺 最后让自己吃了个恶果 柳如烟后退两步 眼泪滑落眼眶 灭如着 我没出轨 我不愿再听 转身想走 柳如烟却拉着我的衣袖 阿元 别不理我 我害怕 我回眸 你怕什么 怕我用秦家大少爷的身份 对柳佳做不好的事 不是 阿元 我喜欢你 你别不理我 你在搞笑吗 真的 你走了之后 我每天都在想你 夏明 他 他好像也不太对劲 怎么 他毁婚了 说遇到了更喜欢的人 阿元 我真的 当时糊涂了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子不对劲 才把孩子打了 我们之后还会有孩子 你别不理我 回来好不好 他求得真情切意 我冷笑 如果夏明没毁婚 我不是秦家少爷 你还会求我吗 柳如烟 你让我 恶心 柳如烟第一次听我说狠话 竟遭不住 半夜高烧进了医院 柳佳仁不断发来信息 求我去看他一眼 求和 道歉的信息源源不绝 柳母的信息最为可笑 阿元 是我们非要拆散你俩 你们离婚后 如烟天天都想去找你 是我们拦住了 一日夫妻百日人 他现在高烧不退 糊里糊涂 只叫你的名字 你来看他一眼 算我求你 看到请回复 我把手机放在一旁 看向电脑里的文件 内容极为炸裂 文件里 夏明根本不是什么白月光 他车祸之前 就背着柳如烟 出入各种风月场所 就连车祸都不是偶然 而是风流成性 勾搭上酒吧老板的女人后 被人报复 故意撞伤 夏家人要面子 甚至不敢把事情张扬 不敢去告酒吧老板 至于柳如烟 不过是夏明拿资源的工具人 他昏迷七年 夏家私生子早已上位 夏明没了继承人优势 便想勾搭方秦 方秦不理便找柳如烟 声味俱下示爱 我前两日 只是让方秦稍微给夏明点希望 他就为了方秦 直接与柳如烟毁婚 一个为了钱财 不择手段 恶臭难罢了 秉着对柳如烟最后的感情 我把文件发给了他 柳家和夏家彻底闹掰 柳如烟身体健好后 日夜在秦氏集团楼下等我 他见我便往前冲 被安保拦住 不断喊叫着我的名字 外界不少传言 说他疯了 夏明事迹被曝光 彻底没了继承公司的希望 索性破罐子破摔 他站在我公司楼下 破口大骂 秦家少爷又怎样 老婆还不是被我睡了 孩子还是因为我才打掉 哈 无能的废物 你身份在高贵 也是我的手下败将 秦源 你有本事出来跟我对质 我站在落地窗前 低头看被安保拉出去的两个人 柳如烟穿着初见时的白裙 他最知道怎么让我心软 只是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夏明的叫骂让我清醒 我和柳如烟 终究破警来源 方秦在我身旁泽了一声 我下去帮你给他们一巴掌 我挑眉 不用 元哥 怕我下手太重 伤了你的宝贝前妻 我盯着方秦 见他逐渐失去气势 透出几分心虚 这时候 方秦倒有点从前的影子 我走到办公桌前 拿出一份打印出来的转账记录 是方秦给四人侦探的转账 还有我手机里五分钟前 从夏明手机里翻出的聊天记录 他和方秦的聊天记录 三小时前方秦问赞吗 夏明 你说 来一趟情势集团 闹一场 说点恶性情缘的话 和柳如烟有关的 越恶性越好 做得好给你一百万 马上来 夏明倒是能屈能伸 追不到方秦 面对他底的任务 也能毫无芥蒂地接受 从夏明醒来的那一刻起 不 从方秦找到我的那一刻起 他就开始盘算 正巧碰上夏明醒来 他故意出现在夏明面前 摸清他的性格后 便开始掉桌 同时 夏明和柳如烟之间的事 算作惊喜 他安排四人侦探到我身边 让侦探不断发柳如烟 和夏明暧昧的信息 四人侦探拿两份工资 格外敬业 至于孩子 来做时间 也找错了人 无辜可怜 方秦 你做的这些事 我不会追究 但你也不要继续 我把聊天记录 打印件递给他 方秦正愣会 忽然眼眶发红 与强人气势瞬间消失 他强撑着微笑 我只是不甘心 过去那么多年 我们彼此陪伴 结果 你却抛下我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有什么好 柳如烟的好坏 不用你去考虑 即使我对柳如烟厌恶至极 但他七年前给我的温柔 为了我反抗柳家 非要嫁给我的模样 还历历在目 人心难测 他是变了 过去的情 却是真的 你心里还有他 方秦落泪 有和没有 又如何 元哥 非要我直说吗 方秦深吸口气 娇嫩艳丽的脸蛋露出倔强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他设了一场局 棋子众多 一步步靠近 只为了和我在一起 我抬手 帮他擦去眼泪 那就试试 方秦疑惑 试试什么 试试在一起 一年后 柳如烟来公司楼下的次数 越来越少 最后一次来时 他脸色已经很差 他瘦得仿佛被风一吹 就会飘走 肤色苍白的近乎透明 你 跟方秦求婚了 他哑声看着我 左手中指的戒指 嗯 事实上 是方秦向我求婚了 他主动 热情 表达爱的能力 比我强很多 柳如烟捂着唇 戏不成声 他颤声哭泣 悔不当初 阿元 我好后悔 我真的好后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你 我要怎么活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讨厌 让你厌烦 我也不想的 我不知道要怎样 你才愿意多看我一眼 阿元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以前我会心疼 现在我心无波澜 我沉谋 柳如烟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说话 以后 不要再来了 柳如烟无力地蹲在地上哭泣 痛哭不已 撕心裂肺 而我走向公司门外 红裙摇曳的女人 走向我的未来 番外 我和方秦在三年后结婚 她为我生下宝贝闺女 我贴身照顾她三个月 期间方秦没少夸我 她总是夸我 给我许多情绪价值 闺女取名儒儒 是个爱笑的小姑娘 她小小的 不会说话 见到我却会眯起眼睛笑 香香软软地在怀里撒娇 她十个月大的时候 在我怀里 咿咿呀呀地乱喊后 猛地叫了声 吧 我欣喜若狂 将人抱在怀里 小心翼翼地摇了摇 在她柔软的脸蛋上 亲了亲 宝贝 我后来还是去疗养院 见了件秦老爷子 曾经目光翼翼的老头 如今躺在床上 眼睛都难睁开 他见我 有气无力地抬手 袁 袁宝 袁宝是我的小名 很小时 父母还在世时 用过的小名 二十多年 在听充满宠爱的小名 我只觉心酸 老头子或许爱我 只是方式不对 不 是大错特错 我游记得被关在地下室 和老鼠蟑螂舌在一起 借着微弱的灯弓背书 边哭边背 给错一个字 地下室里便会多一只蟑螂 极度的恐惧让我精神紧绷 从地下室出来后高烧一场 而老头子气冲冲进房间 给了高烧的我两巴掌 骂了句 废物 往事难追 我终究跨不过心头的砍 看了回老头后 离开疗养院 老头的一声声 远保离我越来越远 夏明不再隐藏风流本性 招惹了不少人 如有上小学时 夏明染病的消息 也在经常传遍 曾经的天之骄子 终究陨落 柳如烟死在我婚后第三年 他抑郁成疾 最终自我了结 柳家人给我发了复告 附带许多封信 那些信 都是柳如烟生前写给我 却没寄出去的 我本想烧了 方秦却将信封留了下来 他温声道 没必要 元哥 写了这么多 看看吧 嗯 我把信封拆开 里面内容多是回忆我们结婚时的日子 还有大篇大篇后悔的话 我看过后 将信封烧得一干二净 柳如烟 愿我们下辈子不再相遇 全文完 好 好